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第0集Hero and Generals 已經給觀眾介紹過幾次了 終於下載來看一看 Call of Duty 2 未玩完 不過可以開始了研究一下這遊戲玩什麼 首先是免費,I like 另外Hero and Generals 就是除了可以扮演第一身射擊之外 你仍然可以扮演將軍在一個宏觀的角度 去到影響戰線 所以除了每一場對戰之外 也是一個戰爭 隔一段時間 你只參與一個小士兵在某一個戰線打仗 但如果你想做Generals 就像這個地圖一樣 可以看到一個很宏觀的歐洲 即是二戰時候 當然我暫時還是先做這個Hero 研究一下Generals是怎樣玩的 暫時有三個國家 當然是美國、德軍和俄羅斯 我們今集會玩一玩德軍 因為很少遊戲可以扮演邪惡的納粹黨 升級方面 一開始是一個普通的步兵 一共有22級 升到差不多就可以選擇想扮演什麼角色 例如第三級可以選擇做Tank Crewman 即可以駕駛坦克 第四級可以駕駛戰機 第七級可以做散兵 第九級可以做Rekon 應該是一些雀擊手 大家到了18級就開始做General 我未玩過這個遊戲 所以今天為什麼叫第0集 我們會試一下Tutorial Practice with your soldiers in first blood You will earn some credit in the first time and also a comeback badge to get you going 好,我們開始了 好,現在我們開始玩這個Tutorial Kill enemy soldiers 第一件事先拿一把機溫槍 Kill free enemy soldiers 暫時的感覺好像這個Graphic就比較舊了 不是舊的,即是賣點不太吸引 不要妨礙我 我們現在要拿手榴彈 這些應該是AI來的 不過可換性就要玩久一點才知道 其實我上個月已經下載了一段時間 上個月已經玩過幾場 不過還未很認真去到 我們要炸死這個Machine Gun 不是很認真去到研究一下這個遊戲怎麼玩 還有看到那些Physics 即是遊戲的物理都不是做得那麼真實 那些人的動作比較生眼 你看好像表演跳水 不過我想過可換性就不在這裡 因為都... 現在市場上都很少這些大型的二戰的遊戲 還要免費,這也是一個重點 現在我們要炸坦克 這應該是Sherman Tank 被我整停了 香港不知道多不多人 Penetrated Armor 打穿了裝甲 兩炮沒死 三炮死了 香港應該不太多人 對二戰有興趣 大家如果有看這個Call of Duty2的話 對某些裝備應該都有點印象 不過Call of Duty就要扮演 屬於正義一方的美國或蘇聯 比較難玩德軍 難得我們有機會 我們現在要收拾一支撿擊步槍 先看看 Destroy Anime Tank還沒Destroy完 爆了嗎? 我叫它爆了 Oops Sorry 太過心急了 三個火箭炮都不爆 因為這個German Tank很硬 好 搞定了 另外一方面的音效都好像一般般 這應該是AI Kill Enemy Squad Leader 就是在左上角 在對面 好搞定 接著Destroy Any Plane 就可以打飛機 沒錯 正宗的打飛機 這個遊戲也是可以玩這個 綠和空 沒有海 飛機在哪兒 到了 這個是軍炸機 有一點點以前Battlefield 最舊的一集 那些Graphic都好像 90年代 那些 Doom 暗殺希特拉 那些畫質 這個是有點失望的 我們儘管玩久一點 看看 我想這個遊戲也是 消限性的元素比較高 咦 炸爆了 好 完成了 Raid This Battle 為什麼我Raid 不是你Raid我的嗎 4 謝謝 閉嘴 好 完成了 就這樣 那... Cancel 大家覺得這個遊戲怎麼樣 現在叫零集 開始了一點 如果喜歡繼續看 可以留下一個留言 或者你想怎樣玩 好像可以組成Squad 五個朋友一起玩 不知道開坦克 可不可以五個一起開 一個做炮手 一個做司機 一個做什麼 對了 這個遊戲很簡單 還有好像 怎樣說呢 都是類似Word of Tanks 這個叫Freemium Freemium 不是Premium 就是說 你付錢就可以有些好少少的東西 但你付錢又不是代表你玩完 因為你都可以正常途徑 一元都不給 慢慢就升上去 當然要使用很久 好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 LIKE 給LIKE DISLIKE 我們下集見 拜拜